在節目當中提到了 好像是所謂的心臟疾病 但國人死因的第一名是什麼 癌症 對 癌症 因為大家為人所知的 就是于天跟麗雅婷的女兒 于怨琪 她在抗癌多年之後 其實今年2月份 又傳出復發進醫院 歷經了17個小時的手術 這一般人應該是受不太癢 而且她抗癌多年 以為已經好了 然後又復發 舒欣姐 請問一下是怎麼回事 對 她整個抗癌過程 真的相當的辛苦 她也很堅強 因為其實她2014年8月的時候 因為血便去就醫 後來沒有想到 他們家最健康的她 結果被診斷 就發現是大腸癌 而且那個時候 一開始想說 這麼早發現應該很早期 沒想到從原先判斷的2期 到後來變成3期 那3期之後 她也努力做了化療 所以她可能覺得 那這樣應該過關了 沒想到她期間其實多次復發 包括一次是因為她懷孕 她錯過了就是例行的檢查 結果到後來發現復發 然後肝臟再肺臟有 可是她這一次是又復發 而且這一次包括 肺臟看到了有幾顆之外 她淋巴也有好幾顆 而且甚至因為範圍比較大 又擴急到整個大腿胯骨 所以這次手術非常的長時間 17個小時 然後因為之前肝癌轉移的時候 又有那種手術 所以有些沾黏 對醫生來講其實也辛苦 對病患來講也辛苦 所以據說她整個手術完之後 醒來的時候是崩潰 就是整個情緒非常的激動 不過據說她先生看到 她們這種激動很開心 她說因為看到妳 在這麼長手術之後 還有體力做這些那個 顯然就是妳是有活力的 妳是有這個力量去對抗的 所以大家來看 就是大腸癌就是這個特色 就是有時候就發現相對晚期 有時候她真的控制完之後 復發的風險是高一點的 尤其她在台灣又是 已經一直纏連 新發生最多的 新發生最多的癌症 每年都有超過1萬人 所以真的要特別小心 對沒錯 就是癌症其實已經纏連 我們國人十大死因38年 這麼久快40年了 而且都是第一名 而且以這個109年的 死亡人數有5萬人 她一直在第一名 那第二名就剛提到的心臟疾病 但是這個第一名的癌症 其實還有分 還有分說男生跟女生的癌症 不太一樣的 男生的第一名就是肺癌 抽菸嘛 女生第一名也是肺癌 女生為什麼會有肺癌 就是因為譬如說是煮飯的媽媽 還是吸二手菸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對 那再來呢 男女共同的就是大腸直腸癌 剛剛提到的就是於怨期 她一開始被發現 就是因為直腸癌嘛 那另外呢 就再提到就是 男生的前列腺癌 跟女生的第三名的乳癌 他們聽說有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因為跟長期夜間工作有關 請問一下黃醫師 長期跟夜間有關 其實這個部分 人家很多都在做研究了 我們先說一說 有一個組織叫做國際癌症研究所 那叫IARC 他把那個最危險的第一集 就像一個加工肉品 或者說一些常常抽菸 大家實眠 或者這就大家都知道了 確定是最危險的生活用品 他竟然把那個我們夜間工作 就是晚上工作 就是夜間的工作 列為危險第二類 第二類 那我發現他說為什麼是如此呢 那我們就不能夠理解 其實理解很簡單 就在於你違背了你所謂的生理自然 我們身體在晚上的時候 當我們翹翹夜幕來臨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退黑色激素是往上升的 當然就是你睡著的時候 對 比你睡覺的吞黑激素 可是你退黑色激素 你在白天那時候 你在白天睡覺 就是違反了它整個分泌的過程 然後病低下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呢 他們真的有去做研究過的 然後研究最簡單的就是叫職業班的 對不對 那個職業班的研究 沒有職業班的女性來研究看看 或男性來研究看看 可以用十年 五年這樣子研究 也就是說職業班的人 並不是一天職業班 你就會得癌症 可是是長期累月之下 你改變了所有的生活條件 你就有可能 比如說我們用護理人員 護理照顧的 他們就需要晚上值班的 跟白天的沒有值班的 那五年 十年來比較 那個職業班的人就很有女性 就很有得乳癌 男生就很有得攝護腺癌 這剛才就是你們所謂的 十大癌症的裡面 這兩者唯一這樣子 那這些部分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最主要是因為他說 退黑技術 他們在生理學的 他們去研發的話 其實退黑技術 在我們身體裡面是抗氧化 抗癌這部分 就是我們會得到癌 其實我們的氧化 DNA很容易就被破裂掉 那這個長久之下 就會導致你慢慢的 你的細胞就變得癌化 如果你想想癌症那個字 中文造字 癌是一個疾病 三個口有沒有 一個三 有沒有 什麼 吃 喝 吸 堆積如山 這成為一個這樣子 這個字其實還滿有寓意的 是的 我們中國人造字 就正常造出來的 吃 喝 吸 堆積如山 就會生病 變癌症 可是黃醫師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吞黑激素 那我可不可以靠著 外在的像保健食品那種 補充的方式 然後補充吞黑激素 就可以讓 就算 因為我是逼不得已 要職業班的話 可不可以有辦法 降低這種癌症的發生率 有幾個方式 如果吞黑激素 在國外美國 它是一個日常用品 可以使用 但這也不行 在台灣不行 醫療人員就必須要花給你 另外一種方式人家有去做 確實是 就是剛才講的 這些職業班或是夜間運動 喜歡夜生活這種東西 他們在白天的時候會睡覺 有人去車過來 就是有人很有趣 他們睡覺的情況 跟我們夜間睡覺的情況一樣 好久有人叫我有趣 你們有沒有有趣 我也是因為這樣子 有人問過我去查 真的 他們一般上白天睡覺 他們就在白天睡覺 可是他們那個交感神經 就是他們的心跳率 或者交感神經 比一般還更快一點 就是不像我們 那種很放鬆的再睡覺一點 然後後來他們就推開 原來這些人睡覺的環境 環境是那樣的 當你環境是那樣的時候 我們黑色技術是 是被抑制掉掉了 不能夠往上上升的 你了解嗎 長期之下 那當然癌痕的機率就增加了 所以你可以當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還是會感光嘛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長期之下的話 其實他們就被抑制的 所以這個就是導致了 為什麼女性的乳癌 男性的攝護性癌 在夜間工作 是有強烈的關係 剛剛黃醫師有其他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感光 只要有感光 感到光 那個推出就會下降 那假設我的生活作息正常 可是我晚上睡覺 都要開燈睡覺 我們現在非常不建議 開燈睡覺 所以這樣也是會影響對不對 這個剛好想起來 之前有一個研究他們 他們是白天睡覺 他們故意就把它全部遮黑掉 白天遮黑掉 後來去測試他們的後來 它就跟正常的睡覺一模一樣 所以環境的那個周邊的亮度 會使得我們的黑色色素 往上沉澱 所以長期之下就會 我們癌痕的身體 就會出現了問題 所以其實重點不是你在什麼時間工作 重點是你第一個 你的生活作息有沒有規律 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長期規律 你要上夜班沒有關係 可是你重點是睡覺的時候 你的眼睛有沒有看 就是感到黑黑的 那個環境到底是不是很好的 就是是不是暗的 因為像我睡覺 我其實對光很敏感 所以我家裡的窗簾是裝兩層 所以光幾乎是透不進來的 像有些人會很怕黑 所以他就說 可是我晚上就是要開燈怎麼辦 一定要開個小夜燈 我就說好 那你就燈開著 但是你戴眼罩睡覺 也可以 那至少你害怕的時候把它拉開 這樣你其他睡覺時間 那這樣子有辦有可以嗎 會不會改善到一點點 對啊 戴眼罩有沒有 然後開小夜燈 其實只要把燈光降到最暗自然的 為什麼我們講黑色 因為黑色就是 吞黑機是想要出來的時候 你要給它出來 所以越黑越好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它就是它要工作的時候 你就給它出來 那你不能長期抑制它 長期抑制它 它就我們身體就違反 那所謂自然現象 當然癌的話就會出來 所以重點是我們睡覺的時候 環境是不是黑色的 對 剛剛提到國內是愉悦期 國際上的名人 也有癌症的經驗 對 金剛啦 蘇西姐 請問一下 聽說它也是飽受癌症之苦 是怎麼回事 對 而且這也跟光有關係 它又那麼壯那麼帥 怎麼會癌症 睡覺的時候要遮光 白天也要適度防曬 為什麼呢 其實休潔看辦最早 其實在2013年 他就曾經因為他鼻子上 冒出一個小紅點 然後結果就去檢查 檢查就發現他得了皮膚癌 應該是西方人比較常見 這種基底細胞癌 他常常是因為你過度的曝曬 用防曬 因為外國人跟台灣人 真的不一樣 他們澳洲也是一個 太陽很好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喜歡就是我要曬 曬得黑黑亮亮 這樣看起來就很健康 可是問題沒有適度防曬 就使得他們在白皮膚的人 又缺乏保護 所以他就長出來 長出來就去接受治療了 沒想到後來又復發了 所以他之前為什麼 他就在劇場 最近在噴動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IG的照片貼出來 而且甚至就是 他把口罩稍微拉下來 大家就看到 怎麼鼻子上貼到一個小紗布 他說因為他最近這邊 又有可疑的病灶 所以醫生就幫他做一些 皮膚的切片檢查 要確定什麼狀況 其實他期間已經陸續接受過 五次治療了 我想問一下黃醫師 很多人都說 譬如說現在診斷到癌症了 然後治療 然後抗癌成功 那很多人就覺得我成功了 是不是就沒有癌症了 但是沒想到過了幾年之後 它又復發了 是癌症這個細胞 一旦有了 它就會存在我們身體裡面 還是它是真的可以被整個移除的 因為癌症復發 其實這也是常常被問 我覺得有一個肺癌的女性病人 我也認為是我把她肺癌治療好了 大概大概三年或是四年以後 她又復發了 她問我為什麼會復發 其實每次被問這句話 到時候我們醫生就其實 很難去非常具體的說法 不過就是因為 科學的分子醫學越來越厲害 所以我每次在想說就是 當有一部電影叫 我每次都跟學生在解釋 生理學病理學要用得比較生動的 跟他說癌症的那個復發 那個你就好像他必須要找的 就好像一部電影那時候在流行 我記得哈利碰到沙利的時候 當哈利碰到沙利的時候 會激情的很激烈的 到處跑跑動動這樣子 那個就叫轉移 那個就叫激情的火花的轉移 所以我們要禁止哈利遇到沙利 哈利是誰呢 叫NK細胞 NK細胞就是殺手 剛才講的那個金剛狼這樣殺手 砰這樣的殺手 NK細胞 遇到沙利的時候 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會激情的一個火花 火花就是非常轉移出去這樣子 所以當然在那個專業術油 就是癌細胞被喚醒 這個機制其實是喚醒癌細胞去轉移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實驗室裡面 開始有去研究過說 那如果是我把這個 不要讓他們如何去接觸 或是把這個哈利 給他乖乖的冬眠 把哈利冬眠 讓他睡覺 讓他睡覺冬眠 或是讓他軟弱 或是讓他抑制 然後再不要碰到沙利 他就轉移就不會很厲害了 所以這部分其實在實驗室 目前好像具體蠻不錯的 但是要怎麼去抑制他 讓那個細胞 癌細胞去冬眠他 其實可能要有一步的腳印 來擴出去這樣子 不過這個是一個希望的存在 因為我們知道哈利是誰 沙利是誰的 就是當我們身體裡面的哈利 遇到沙利就會加速他的轉移 但是現在研究就發現說 他們可以抑制哈利 讓他睡著就不會遇到 對 其中一個人睡著 所以這還是有待我們的科學研究 希望來為我們人類帶來一步 希望 那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就不管是心肖病還是癌症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還是要心情放鬆 讓我們的免疫力才會增加 然後做健康檢查 然後飲食正常這樣子 運動 然後睡覺記得戴眼罩 關燈 謝謝我們今天的來賓 謝謝黃醫師 謝謝 謝謝林醫師 謝謝蘇星姐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